哈囉大家好,我是子豐 上週,台綱才透過交易案把狀元林子偉送出去 還換回了三個球員和大王的合約專輪權 也掀起了不小的討論 大家就知道年底有擴變選秀 因此剛好趁著這次的交易 讓我們來稍微看一下年底的台綱 有可能可以考慮選各隊的哪些投手作為補強 那在影片開之前 如果你想脫離只懂棒球規則 真正更了解棒球數據的意義 或是你想知道怎麼透過數據分析球員表現 就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可以小鈴鐺 還要分享出去讓更多人一起來認識數據棒球喔 如果想要回顧過去的棒球資訊和球的故事 也歡迎點擊右上角觀看 目前如果只考慮現階段的台綱陣容 硬排出來投手作濃和深度的話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如果把四個洋將的名額用三個在投手上 那假設王毅正明年還沒有轉任教練 而且他跟著恩偉軍也都還能在一軍出戰 那有可能他們會是台綱明年的輪職成員 又或者王毅正會進入牛棚 作為一場中繼支援 還減緩他因為年紀而造就的體力問題 那台綱原本的投手陣容呢 又以伍佑成、陳語弘、陳柏青可以作為先發深度考量 目前也都是台綱主要的輪職先發投手 另外謝寶琦、曾平洋、楊達翔和許玉銘 是可能比較可以期待明年在一軍出戰的牛棚戰力 不過無論如何 台綱人就是值得考慮透過擴編選秀 再補一個先發和至少一個強力的牛棚投手 那在討論有哪些名單之前 我們先來看看各隊 預測可能會擺18人的名單 和獲得自動保護名單的有哪些人 那在開始之前呢 我前幾週其實才剛聊過各隊先發牛棚的分析 如果想看看各隊戰地評比也歡迎回顧 統一的部分原則上 幾位主力先發和牛棚 基本上都會進入18人名單內 那投手和野手的比例上 我個人是預估 各隊都是投手保護8到9位 不會太多也不會太少 其中主要輪職和勝利主牛棚 基本上都是穩穩被保護 而且沒有太大爭議 但在其他的中段牛棚 我覺得士兵會有討論空間 以及教練團愛好程度 那我個人是覺得 可以以今年教練團重用程度 作為這次的依據考量和參考 而衛權的部分 其實18人名單 我覺得很難做太多的保護 所以怎麼去取神和安排 一定會考驗各個球團的智慧 那其中呢 我覺得有一點很重要的考量點就是說 這個球員如果不被保護 被挑走的時候 有沒有其他人可以頂地上他的位置 就會是更重要的考慮因素 而衛權因為在先發輪值上 目前只有大概的雛形 所以我猜啦 會把重點養成的先發 還有目前正在輪值中的都保護起來 但其實我覺得還有一個考慮的方式就是 林之偉、郭玉珍和吳俊傑 可以考慮只保護兩個就好 剩下名額留給其他投手或是野獸 樂天桃園的名單上 老實說我猶豫很久的點在於說 野獸到底該做多些還是該放掉幾個 那雖然是我只是粗略的估算 但樂天的野獸 都是有不少更值得保護的選項在 也因此可能已經有注意到 鄉長陳語勳並不在名單內 但這點我猶豫蠻久的 因為我覺得 其實他是有可能被 被紅一種總教練選走的可能性 也不小 那輪移桿線上 球團自然應該是希望 把他留在樂天到退休 可是以他本季的表現 又顯得值得放到名單外 我覺得是比較為難的點 最後剪輯考量 我覺得還是把他擺到名單以外好了 那中興兄弟一樣也是不好選的一隊 扣除幾位輪子以後 老實說他們也是個野手可能保護多一點的球隊 在名單的部分 我覺得很值得討論的幾個就是 黃恩赤到底該不該保護 目前來看 中興兄弟的教練團對他期望是不小 在二軍給予出賽的機會是相對高的 所以我猜還是會保護起來 再來就是牛棚的部分 該選擇 先榮豪、彭世穎、魏縮成和王一凱哪一個呢 考量近年的表現 最後我是把票投給先榮豪 不過如果要考慮更重視未來性和年紀 或許會變成魏縮成了 最後其實富邦名單一開始我想拜九位投筍 可是稍微算了一下野手的部分 又覺得說富邦是有機會保護更多野手的 像是內野可能就會保護超過五個 包括范國城、王政堂、李宗賢、新人旭、劉俊豪和葉子亭 感覺其實都蠻受富邦重視的 不過富邦的思維又有點難以捉摸 其實也很難去預估他們到底真的在想什麼 所以幾經考量發現說 富邦的牛棚有很多不錯的人選 再少任何一個沒有保護到的中斷投手 其實對於球隊傷害似乎不大 就覺得說好像也沒有那麼需要優先考慮保護那麼多個牛棚了 只需要把裡面本季表現最好幾個優先圈起來即可 最後看到各隊在我預測中沒有被擺進18人名單 和自動保護名單的投手中 比較可能被調走的重點名單 其中裡面有些人我就可以先討論一下 像是江誠晏、思子謙、楊夢元和黃俊彥等人 到底該不該被統一保護起來犧牲掉 拋棄掉其他球員被保護的機會 那麼在球隊上的定位 是不是不可取得性更高呢? 那另外就像是中施兄弟的李勝昌 本季除了開始退化以外還受了大傷 年紀也大了他 感覺就不太可能會是台港想要考慮的球員 有沒有需要動用到名單去保護呢? 其實台港短期間內應該不太可能進入爭冠期 我是覺得說去選有些年紀的球員機會相對不大 所以或許陳雨薰也不會進入台港的考量 點也說不定 可是這次交易又讓我思考 洪運中會不會還想要多選一些自己熟悉的人來用啊? 最後我覺得如果以這份名單來挑的話 統一的江承諺的獅子籤 衛犬的趙景榮李超 樂天的陽兵王志軒邱俊威 中心兄弟的魏碩城彭世穎 和富邦的尤廷威李子強 歐蘇成陳偉林和蘭凱欽 感覺都值得台港仔細考慮要不要挑的投手 而且應該都能對台港的投手陣容起到幫助 雖然這次只聊了台港在投手上可能挑走的人選 不過其實庫兵選秀要考慮的因素 絕對不會是這麼簡單拆開看就好 包括票房、人氣、守備位置 甚至球隊最催哪種人才等等的因素 其實都會影響到最後的挑選 而且這次各隊都只能挑一位的情況下 更是考驗各隊在保護名單的抉擇和台港的選人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也要記得訂閱、分享加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影片喔 我是子豐,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請記得訂閱、按讚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第一時間的最新資訊喔